《苹果下跌将会推倒美国股市?》 首先让大家看看税改 会对美国人的财富分配有什么影响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70%的税改造成的财富 将会转移到五分之一 最富裕的美国人身上 其中包括了有1%的人 将会收到34%的利益 这其实最主要是在税改的企业税 由于3%转成20%那里产生出来 因为由于减省了15%的税率 令到公司盈利增加 会在股价反映出来 令到这帮很有钱的人继续更有钱 另外税改的一个项目是 是将国外资本回流的税率由35% 减到12% 当中包括了有苹果的2300亿 或者Microsoft的1200多亿 总共估计大概有26000亿的企业 在外国的资金会回流 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 美国同样有差不多的税改 由3%一次过减到5.25% 当年就有大概3000亿的资金回流 令到当时股市有一定的升幅 再看看这个图 之前大家也有看过 有关大概有1万亿的企业回购的数字 今年会产生出来的 其实大家刚才听到 有大概26000亿的现金将回到美国 很多企业都可能会考虑 有什么投资项目可以去选择 或者可以用派息的方式 派回股东 但可能要交股息税 企业回购是各家企业的财务官 最容易做的决定 企业回购包括了 就是把买回来的股票注销了 令到流通量降低了 股价上升 对股价和股东都有 也有形成了一种托市的运涨 这种情况其实是在过去几个月 美股上升的主要动力 每次下跌的时候都会马上上升 主要在科技股上有明显的运涨出现了 再来看看量化紧缩的规模 我们看到刚刚完成了一年量化紧缩 已经有4500亿资金 就在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减少了 即是在货币市场里面 在货币供应里面 降低了4500亿的数字 预计从今年的12月开始 也会每个月有500亿的减低的数字 即是有6000亿 将会跟着那一年 也会在资产负债表里减少 即是加起来大概有1万亿 其实刚刚好等于上一图看到的 企业回购的数字 所以因为企业回购的数额这么大 令到原先估计由量紧造成的 股票回套一直没有出现 而一直卖上去 但美股上升的时候也会有意外发生 大家看过这个图 在7月26日的时候 红色的巴掌是Facebook 在一天之间損失了 大概1200亿美元的市值 其实在7月业绩公布期的时候 也发生了起码有这三家公司的 大幅下跌的纪录在这里 Facebook是20% Twitter也是20% Netflix也有接近20% 大概从高位下跌的纪录 现在仍然是10% 主要是一个原因 因为Facebook和Twitter 是因为图约的用家的预期 实际的数字比预期少了1% 大家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少了1% 就跌20% 如果再少了多些怎么办呢 实际有得看看 这个会是下一个大家的焦点 Netflix同样是新增加的议户 亦比市场预期少 所以股价也跌了这么多 马上很容易有一个问题 就问到股价是否过高呢? 有人不想股价过高 就很容易找到 不如Fang不玩了 不如再构造另一个组合 叫做Maga 就把不生性的Facebook和Netflix 踢走它 然后加入Microsoft 其实是三条A来的 Apple Google就是Alphabet 母公司另外就是Amazon 加上这四间就变成可以继续 把辉煌的日子持续 但是 令到一个很集中的市场 就是科技股推动力 这么集中的市场 更集中由5只变成4只 好消息 就是说当大家开始讨论会不会这样转 就在8月2日 苹果变成第一家 一万亿市值的上市公司 没多久之后 不够 其实多过一个月 Amazon也变成一家一万亿市值的公司 其实 亦都可以令我们知道 投资者已经 不要说迷信 其实是相信这两个A 将会令到他们的财富可以继续增加 而这个亦都可以说 在今年是一个很明显的升幅出现 大家不要理会原因 业绩是好的 那就继续上升 继续买 可以看回我们历史上 这个苹果的市盈率 这里由0.6至1.8 其中大家可以看回 在2013年的时候 苹果的市盈率曾经在9倍以下 最高现在是20倍以上 当然在2013年之前 因为收入的基础很小 那时的股价也只不过是 50-60元和现在去到200多元的幅度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10-20倍 现在去到一个高的级度的时候 到底我们会不会下10倍 会在什么情况之下下10倍 这是大家遲些会想的 不是代表20倍的市盈率就会下跌 但是相对下跌风险是会增加的 我自己想到就是如果特朗普下一轮关税再出轮 多少?2670亿 他说 到时中国会不会有一些另外的关税行动 是针对苹果 甚至乎或者是因为这个新的关税出现 会不会外国情绪高涨 令到抵制苹果的手机 对苹果佔了60%以上收入的手机 业务会不会有影响呢? 这个到时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巴郡投资在苹果的股票 已经去到组合的25% 应该是上限 就是如果继续升的话 可能就会继续买 但是这个集中程度可以看到 4分1的组合 其实如果你有钱的话 也会买这只苹果 你可以想象到美国人 就是说要想升值 那一定是买苹果 那集中程度可以想象到有多高 美股有泡沫两个月前 我用这幅图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重来跟大家看的 就是税改产生的财富效应回流 美元造成的企业回购 已经超越了量化紧缩的数额 那就是原先扔置有机会回吐的美股 没有回到 是继续上升 而这是因为额外的税务 这些是由赤字造成的盈利去营造出来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之间 有Facebook或Netflix这些股票 是因为某些业绩不对版 就会有大幅的回调 而投资者也离开这些所谓的 不备的股票继续集中 在这些可能已经超买的股票 继续再超买 这个股值是继续处在历史的高水平 其实就是从股神的指标里面 可以看到现在是比2000年股 在科网爆破之前是更加高的 这个持续的投资亢奋阶段 有人说是泡沫 其实说不是会继续升的 也大有人在 我也不是估计明天会出现股灾 不过就是说风险 现在又比两个月前又更加高 有一天投资者会回到现实 重新估计苹果现在的价值 现在可能是说业绩可以支持 将暂时可能看到的风险放开 而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股票 沽走了换进苹果 令到所谓的股值会更加高 准备进入10月 业绩期 到时有什么移动 或者关税问题有没有进一步恶化 这也是对苹果面对的风险 两个月前说泡沫化 现在泡沫又大了 我不是在唱股灾 不过那个情况就是说 这两个月再过了之后 就是说集中程度可以想象到 会比以前更加厉害 有出现状况的机会 也比以前增加了 我们需要一个原因 不可以无端白市 这样股市会下跌 到10月 传统比较波动的股市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 这个会不会影响市场的心态 好 这次暂时说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YouTube视频下面 提出问题 或者去狗哥.com的网址 进行相关讨论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 谢谢